如果過了兩年就不需要再儲備 凡香港人三顆星都人人有份 這份預算案沒有什麼新意 但我自己屬於保守派 很怕每一個新財政司上台或每一年都搞很多新事 所以這份財政預算案對我來說 沒什麼新事沒什麼大搞作反而是好事 很多市民都關心派堂 但對於這次派堂是很不滿的 你又怎樣看呢 這次派堂其實按比例計 是不算少的 我自己覺得不適宜引導香港人 一味要加堂 如果這種理論可以成立的話 即是不用看菜吃飯 盈餘多盈餘少都要這樣派發 如果盈餘少都這樣派發 最終就變成赤字預算 你提及過派堂是可以定立標準來看的 如何定立呢 我自己認為政府有盈餘 有四種處理的方法 第一種就是派堂 派給困難戶有需要的 按需來派 第二類的派法是派給貢獻者 他交稅交得多 有份交稅的就派一些給他 因為你收多了 退回給人 第三類就是派完前兩類 還有多的話 凡香港人生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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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現在差不多兩年的開支 其實是滿兩年之後不要再存 坊間很多人說的就是 今次選案那些ANMO人士又沒得受惠 你有什麼看法 ANMO的人士 你要派給他 其實是不容易有一個機制立即找到出來 譬如有些NGO、社福機構都有幫助他 譬如政府透過幫助NGO 都有些服務可以給他 平時一些經常性都有做的服務 不可以說完全沒有照顧 因為我們是已經有個安全網 一直都在做 只不過是這次派堂的時候 他就不容易直接給他 因為要直接給他 其實是又要篩選一輪 上次派遷 因為要填多些資料 你也有很多反對 政府表明無意撤銷樓市納稅 你說過都建議過 將工廈改建為劏房 那其實是什麼回事呢 我是現實派 工廈都不是設計來做住宅 但如果你說現實 現在是有很多人 住在工廈的劏房裏面 這些人現在都沒有條件 說寧容忍 清光他出來 他都是住的 與其被這些人住在一些 沒有走火通道 空氣不流通 環境惡劣的劏房 不如政府定一些要求高一點的標準 合法地容忍他一段時間 這種劏房的供應就會增加 我相信就會有多些資源流入 去這些工業大廈裏面 建立一些安全性高一點 環境好一點的劏房 而且租金不需要那麼貴 因為現在之所以租金貴 因為供應不多 以及去提供供應的人 要務被政府追究的責任 如果它合法化之後 供應就會增加 價錢就會下降 在暫時沒有足夠的土地供應的時候 這些在工業下的合法劏房 可以看成是一種過度性房屋 如果你是財業 你會怎樣分配香港的錢 我就說如果過了兩年 就不需要再儲備 不是把以前的儲備都花光 就是不需要再加 有多的那些 就可以給需要的人 和退回收多的人 也可以利益所有香港人 那就皆大歡喜 另一個就是 我自己覺得 政府不需要把所有賣地收益 都看成是非經常性收益 就不敢拿來做一些經常性的開支 政府很多時 就是將來自地產方面的收益 看成是非經常性的 可能明年是收不到的 就變了一些經常性的需要 就沒有得到照顧 我自己看過 賣地收益是會波動的 但是如果你不是看一年兩年的數 而是看五年十年的數 你會發覺香港的賣地收益 長期都不錯的 所以你是可以將這些錢 作一些長期性的規劃 就不需要全部夠膽用 只是拿來排檔 這個我覺得 如果做財政師 這樣去規劃他的財政 對香港會帶來更大的好處